日牌有 行牌有 尾牌做到有聲有色 歐洲品牌就不道理沒有 Audi E-Tron 及Dragora I-PACE率先來了香港 緊隨其後的Benz第一部電動車EQC 剛剛說到2019年年尾殺到 先說說它的尺寸 比起E-Tron 比起小一個馬 跟Dragora I-PACE差不多 它較窄 但又長一點 高一點 外型方面 我覺得它的驚喜較大 因為它不太像Benz 其他電油版的車 新鮮感強很多 Benz選擇了一個比較圓混的設計路線 你看車頭全部都圓滑滑滑滑的感覺 尾燈有點像頭燈的設計 Cyber味道比另外兩位對手強 這部試駕車加錢選了VIP Edition的選擇 所以它的車身顏色可以選擇啞灰色 而且車身就多了一些電動Trim的東西 這條20吋輪廓設計也不錯 不過使用輪廓時可能會比較辛苦 說到車廂設計 新鮮感也很多 設計也挺漂亮的 尤其是這份中控台前面的壺位 而配備亦不少 有Keyless 有Benz配備的雙屏幕 有大量的充電位 有電話的電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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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對方的電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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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這些金屬條 購買EQC是要準備大量額褐 去洗擦這些金屬條 我發現相信應該挺藏層 車主要鏡石一點 說到後座空間 其實一直以為它跟GLC差不多 但闊落GLC很多 配備方面OK 又不是特別豪華 都是那些 手枕 杯架 封口 有Type-C充電口及插電位 因為這部是VIP Edition 所以有Burn Master的音響 香港車主要買電車 當然最大的問題是找充電位 Tesla以外的車其實也不難找充電位 政府環保署網站有充電位置 快叉 中叉 慢叉 全都告訴你 再簡單一點 其實車中控台 這裏有個車仔的電掣 一按 其實畫面 就會幫你搜尋最近的充電站在哪裏 來到這個快速充電區 車位就有三個 但機座只有一部 雖然有三條線 但三條線的制式都不同 因為歐制式的 通常要用DC3號的充電線 快速充電這家裏 一向都是可與不可求的 如果你的家裏可以安裝到Wallbox 就固然更加最完美 Benz的Wallbox單價$14000 未連安裝費 因應你的車位 電纜要拉得多遠 如果用快速充電 40分鐘便可以充電到80% 香港的快速充電以這為例 它寫著50kW輸出 大概多久可以充滿多少%電 其實它標版都有顯示充電時間 1小時後差不多50% EQC相比起它兩個同級對手 性能方面其實大家差不多 但用的電池就小一點 它就用80kWh電池 所以續航距離輕輕比起 E-tron 和i-i-pace短一點 短20公里 但也有450公里 如果在香港的路面情況來說 相信幾天至一個星期都會夠用 電池細 性能輸出其實也差不多 馬力可以達到408匹 扭力達到765Nm 0至105.1秒 以它的尺寸 搭過這麼強勁的輸出 其實真的很誇張 它的驅動系統前後都會有馬達 當然也一樣有四驅 兩個馬達分別推動前驅和後驅 它會因應你的行車模式的選擇 分配扭力的力量 前後最多可以達到100% 另外它的軚環亦跟很多電車一樣 有一個類似軚加減波撥片的東西 有五個級別的 道理也是一樣 用來回收動力 即是當你在減減的情況下 它會幫你有拖波的效果 第一個感覺就是靜 很安靜 隔音很好 只能聽到很小聲的電量加速 i-Pace 和E-Tron 我也有試過 三者駕駛的感覺都頗不一樣 EQC 相比E-Tron 比較靈活 輕鬆一點 但一放到i-Pace 會覺得i-Pace的操控感 它的操控感 樂趣會大很多 當然大家的定位不同 它當然是舒適一點 765nm扭力 一踏上斜路 完全是0.01秒就爆給你的力量 沒有一個比較硬的懸掛 我覺得好像有點曬 加速反應Sport 更誇張更澎湃 但懸掛分別不大 雖然它的懸掛是偏遠 上山路時入彎 又未至於懶得很不舒服那種 放心 繼續是舒服的 操控上硬是好像欠一點樂趣 軚感 穩定性各方面 完全是超斑的 這部試駕車就加裝了Driving Assistant Package 很多安全系統也裝進了這部最新的電動車 加了一個選擇 它是導航 就是Benz最新的導航系統 AR這個導航系統 Benz之前其他型號都已經出現過了 不過EQC是第一部引入香港的車款 如果你是一個路盲的話 加上真實畫面和箭嘴 感覺是真的清晰很多的 很適合女士的 而價錢我亦都幫大家看過 不是貴的 只有三千多元而已 還可以的 最後說到價錢上 它是跟Jagger的i-Pace幾乎一樣的 九至尾 差不多一百 如果你有一換一的情況之下 就84萬左右 如果你求操控 不是i-Pace 你要求一輛很大輛的電車 你就可以選擇衣廠 舒適實用的話 當然是這部